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诸位大德 大家早上好 我们昨天提到 几个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这些人生态度 能够让我们 人与人的关系 能够越来越融洽 因为人生 大半的烦恼 都来自于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 甚至于是冲突怨恨 而要化解这些问题 我们才能让家庭和睦 这样是齐家 进一步 治国平天下 甚至于是爱护大自然 都是从亲亲而人明 亲爱自己的父母 因为人爱之心 他是从孝涕 自知然然生起来的 交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父则也 交以涕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 凶则也 所以很多 我们在跟一些朋友们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说 我很想爱人 都爱不起来 他们也很苦恼 因为学的是大乘佛法 为什么人都爱不起来 那这位朋友 为什么人都爱不起来 因为对自己的父母 对自己最亲的人 没有真正的关爱之心 一下子呢 一层楼都不爬 一步就要八成天起来 一定要 做人啊 要从德行的根本 孝道开始做起 所以儒家告诉我们 福孝 德之本也 佛家 释迦牟尼佛说到 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都是从这个 孝道 开始做起 是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而真正 孝养父母 落实在哪 就落实在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上 我们一切 生口意 都是 利益他人 都是 成就他人 这叫 立身行道 这样我们的父母 会非常非常的 欢喜 以显父母 大笑 显亲 而这个 以显父母 那绝对不是说 父母去世以后 我们才来显 当下我们能 依弟子规修学 依圣贤教诲修学 当下就能 以显父母 不只是 以显父母 甚至于 曾经疼爱过你的 这些 叔叔 舅舅 这些长者 他们都会 予有荣烟 他说 那个是我外甥 那个是我侄子 因为 当我们对社会 有贡献的时候 那会赢得 众人的 肯定 有一位老师 他也是三十多岁而已 他是一个女老师 他在 是在海口 那个 航空站上班 也算是公务员 工作 那他来听了课以后 因为他自己也有小孩 他自己很受益 他希望更多人 能够得利益 他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 坐回自己的家乡 那个来回都要一个多小时的 来回都是自己出车前 然后回去 把他 这些邻里相当的孩子 召集起来 叫Diskway 那他 要回去教以前 他有 来跟我提到这件事 那这一位老师 我们一起 休学了 差不多也有三四个月 他没有跟我讲过话 直到他决定 要回自己的故乡 去奉献的时候 他才 到前面来 跟我们交流 应该如何去做 他要如何去提升 所以他有这一份承担 很多的助力就进来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他就自己 会去找方法 有心的人 方法一定会找到 找不到方法是什么 心不够真 所以您未成功 找方法 不畏失败 找借口 我们昨天已经提到 建立理智有六点 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各位朋友 这个人的这一部机器 不多用 就会慢慢的就坏掉了 多用会越用越好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然真的很多 人越老 记忆力就越衰退 这一句话有没有道理 这一句话是谁讲的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那个记忆力一直衰退 还要给自己找台阶的人 你看我们 师公 97岁 奖金 要不要翻稿 诗经说什么 书经说什么 为什么 他那个 常常用心 常常用脑 所以那个 他那个 功能都保持得很好 那你不用了 他慢慢慢慢就退下来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们年龄越大 可能执着越多 执着越多 就把智慧给藏住了 欲令自弥 利令自昏 你有贪着了 你的智慧就 智慧 记忆力就开始衰退 所以因为 还没闻圣教 我们执着 记忆力也 好像慢慢在衰退 但是后来 这个十年前 开始接受师长的教诲 我们坚信 一切众生 皆有 如来智慧得下 所以这个信心起来了 力量就起来了 相信人之初心本善 相信自己有万德万能 你看三字经里面讲 若梁浩 八十二 卫大庭 魁多士 梁浩 八十二岁才考上进士 你看他站在那里 他都还没说话 底下人对他佩不佩服 人家活到老 学到老 考到八十几岁了 都不放弃 自心求道 精进不止 会当刻苦 所以我们 我们的老祖宗圣贤人 演得这么彻底 我们要对得起 他们的表演 要呈先起后 他们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 而且说实实在在话 要能够扭转 现在的社会风气 我们的道德修养 必须比古圣先贤 还怎么样 还高 而且要高很多才行 这是客观的分析 好 各位朋友 当我们听到 要比古圣先贤 还要高 很多 还是要比古圣先贤 高很多 突然想起 孟夫子那句话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当人不让 挺身而出 事有百折不恼之真心 这个心真的发出来 方有万变不穷 是妙用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而慈悲跟方便 是一不是二 没有方便 是慈悲心不够 不然真正有心 方法一定会找出来的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 灵位成功找方法 不畏失败找借口 这个是第七点 我们先把这里复习完 第一点是 人之出信本善 第二点呢 从因可以得到好的果 从果可以推 原因在哪里 活得明明白白 第三 谁顺圣贤教育 第四 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知所先后 择近道 第五点是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第六是 自己啊 对不对 自己好不好 最重要 先不要求别人 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啊 为什么还有人埋怨我们 一定是我们 先要求别人 没要求自己 第七 您未成功找方法 不畏失败找借口 这一位女老师 她自己家里受益了 你看轻轻而人民 她很自然的 希望别人的家庭 也能受益 尤其是回自己的故乡 饮水湿源 知恩徒报 在这三年多啊 我也走过了不少地方 常常还有机会呢 比方我回海口 回深圳 回到北京 回到山东去 我都会啊 很自然的说回 假如我说我要去海口 海口的人会给我举牌子抗议 你是我们海口人 怎么可以说去海口 要说回海口 所以人情不可服 你说我要去你那里 我回那里 感觉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但是说实在的 我们是真心的讲出啊 我要回海口 我要回深圳去 我要回家啦 哪里是家 有爱的地方是家 有感恩的地方是家 假如没有爱 没有感恩 那只是旅馆而已啊 那不是家啦 所以每一个地方啊 我们都深深感受到 当地人对我们的那一份爱 而我们时时记住啊 他们那一份恩德 不然我孤身一个人在那里 怎么可以发展起来 多少人尽心竭力的 付持帮助 这样的恩啊 我们要记在心上 所以每一次回到这些地方啊 那都是回家的感觉 而其实这一份感觉啊 在我坐飞机啊 要下到海口的土地上 海南海口的土地上 这一份感受啊 我提起来了 因为当初 很多年前啊 我在念大学 遇到了一位好朋友 这一位朋友啊 欧洲 美洲啊 走过不少地方 他的成绩也很优秀 他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了 现在也是大学里面的 的一些 最近我比较没联络 应该也是教务主任的 这一类的工作 他曾经跟我提到啊 他说他每到一个国家地区 一定把地上的土壤 拾一拔起来 然后装在瓶子里面 每当他回首自己的这个 人生过程 看到每一瓶 这些土壤 这个是伦敦的 这个是纽约的 他每每看到呢 这些土壤的时候 就想起 我那一个月 我那一段时间 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的人 对我的恩 对我的照顾 他都念念不忘 诸位朋友 谁是幸福的人啊 幸福哪有那么遥远 能实时感恩的人 那是最幸福的人 而当我们实时感恩啊 诸位长者 当一个年轻人 实时感恩我们啊 那我们会怎么对他 那真的是啊 请其所有的栽培他 照顾他 真的成就一个孩子啊 孝心感恩心是根本啊 所以当我要 踏到海口的土壤 我突然想起了 我朋友的这一段话 那不只要感谢人啊 因为我们现在学佛啦 到一个地方 所有使法界的众生 都在护持着我们啊 以至于我们的这老祖宗啊 都在护持啊 那时候我刚到海口啊 我们有一些老师 我们开的第一班啊 这个读书会 诸位朋友猜猜看 有多少人 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开了第一集之后啊 这十几个人啊 几乎现在呢 已经分散在祖国各地了 有的到 这个广东梅县负责 有的到汕头 有的到山东 有的到炉江去来 所以虽然人不多 但是各个人啊 都是真诚的发行 所以我们不用排场 我们要的是真心 所以虽是第一集啊 人数最少 但是这些老师现在啊 都已经啊负责一方的 中国文化的推动 而当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们讲了一句话 我说恭喜大家 我们居然在海口碰面 他们就很纳闷 为什么在海口碰面要恭喜 他说你们过去啊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过去呢 一定都是真诚 然后被贬到海口来 你看以前海口叫什么 蛮荒之地啊 那个被判到海口 被判到广西广东啊 那个差不多都是 一命乌乌的命运了 因为那时候都没开发 很多那种脏气啊 对人的身体很伤 你假如没有真正的浩然之气啊 到这些地方都忧郁而死 结果你看苏东坡啊 到了海口活得很好 因为苏东坡啊 有正气 而苏东坡的正气啊 还跟谁有关呢 跟 范仲淹的祖宗 范旁有关 这个分析起来的话 大家会真正觉得 所有的 这炎黄子孙啊 真的是一体啊 你看 范仲淹 是不是我们的祖宗啊 他的教诲 深深的感动我们 提醒了我们啊 他怎么不是我们的祖宗 是因为啊 在汉朝的时候 这个范庞 他是一个忠臣 非常的正直 而那时候东汉末年呢 朝廷已经比较腐败了 他是登车兰佩啊 他坐上车来呢 他告诉自己啊 凯然要澄清天下的志向 凯然有诚信天下之志 这是范仲淹的 一千年前的祖宗 而一千年后啊 范仲淹很小的时候 就说出啊 凯然以天下为己任啊 你看 祖宗一千年前的精神 传到一千年后 依然 那诸位朋友 我们到底留给子孙什么啊 我们已经留了什么啊 不会是留了打麻将吧 那一天我们办 重阳节办课程啊 来了两千多个镇名 把整个大街封住了 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 因为是重阳节 所以是尊重老人 老人都坐前排 然后前面都摆着 这一些瓜子啊 水果呢 请老人家吃 哇 那个老人家 每个走进来都 嘴巴都笑到 快要裂到这个耳朵来了 很高兴 然后 就很多小孩都在前面听课 突然我们说 来 我们证明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问 结果证明没什么问题 小朋友呢 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啊 打牌是不是赌博 你看 小孩在想这个问题 想多久了 你看他可能每天都看到 那个场景啊 到底我们留给孩子什么 加封就是 你留在孩子心田中的 风翻 我想到我父亲是什么 想到我父亲 你是在那里 给我奶奶按摩啊 想到我父亲 是开车的时候 连喇叭都不按啊 然后看人家开快车 马上脱口而出 快也没快那五分钟嘛 所以喇叭我也不会按 快车我也不会开 为什么 父亲没有给我这个榜样 坏榜样嘛 你看我们回想到母亲是什么 是看他教书教得很认真啊 有时候下课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我母亲跟我同一个学校 去的时候看母亲累了 趴在那里 都是镜中指手的榜样给我们看啊 甚至我的奶奶 你看留在我们脑海里 我的奶奶就是呢 非常的节俭 一张卫生纸可以用好几次 然后呢 走到哪儿呢 电灯就关到哪儿 那时候觉得哎哟 不要竟然这样 不要省成这个样子嘛 可是你看那就是德 德行一定赶我们的良心 只是呢 是赶一年就现钱 还是赶十年才现钱 所以我的资质太差了 奶奶的风范十年以后才起作用 后来自己赚钱啊 我们家三个孩子还有两个姐姐 三个人呢 都很节俭 比我父母还节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始祖是奶奶 所以我们跟奶奶学习到了这个态度 但是节俭要对自己 所以有时候我们慈戒 要很清晰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不然迟过头了 旁边的人看到我们都 神经紧绷 那叫脑害众神 持五戒就没迟到第一个不杀戒了 今天在道场里面 假如来修学的 很多都是老太太 都是老公公啦 你把所有的灯关的都差不多啦 她起来在那里摸半天还得了 很多事情是没有从来的机会 假如因为摸摸摸不小心跌下去了 那可能严重到我们都很遗憾 所以持戒要懂得全变 所以孔老夫子说 学道立权 这个就是勘验我们 学问学的境界道 我们现在在学 这几点我们学了之后说 好 我马上回去立行 叫道 再来立呢 当回去之后呢 大家说 你少来了啦 你挤两重我还不知道吗 这个时候情绪要怎么样 你要说你少来了 你挤两重我还不知道 你马上跟她举一个功 对不起 我以前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太多了 她假如继续讲 你说再对不起 不正于公民论 你要把真诚心拿出来 这个叫屹立不摇 可与立未可与全变 但是求学问就要达到 通全答变 很多的戒律 只要我们能抓到慈悲为本 那要通全答变 就不困难 你看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问这种话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大人德行好 还是小孩德行好 所以我们真的 我到大学去讲课的时候 我就跟大学生讲 你们是小学的时候德行好 还是现在德行好 他们也很老实 小学 读书是智慧德行越读越高 奇怪我们现在怎么越读越低 这个就是该教的没有教 不知道之所先后 老子中讲 事先弃势 而后文艺 一个读书人 事先弃势 而后文艺 这也是之所先后 我们回想到 这一百年来 文化的浩劫 包含文言文被废掉 参与这个工作的人 大半都是读古书的人 他的整个文学造诣 都是因为读了古书 他才有这么高的境界 可是你看他 回过头来怎么样 过河 拆桥 因为他只有学到文艺 学到技能 他没有 灰红的气量 跟深远的智慧 我们需不需要再培养出来 是糟蹋毁灭文化的人才 假如我们现在 孩子你就赶快背越多越好 然后他的德行都没跟上 那个就已经又在创造 往后毁掉文化的 的人出来 前世不忘 后世之死 你看他学了以后没有德行 他以后会觉得 我比圣贤人还厉害 圣贤人死骨不化 真的要随顺圣教 要从德行扎起 我到一所大学去演讲 刚好那时候 间隔了一个月 我到去年因为 到 马来西亚去演讲 回来之后 刚好有一段间隔一个多月 我继续讲 我在那个学校讲的一个学期 结果他们当地的 这个这位大学老师就跟我讲 他说蔡老师 我们这个中国文化要赶快讲 像救火灾一样 我也不是很懂他的意思 他接着又说 在这一个多月期间 我们又学校邀请了一些 所谓社会的成功人士 这个成功两个字要打括号 各位朋友 什么叫成功 你们都不知道 代表你们都没有受污染 现在的成功叫有钱 叫成功 所以就邀请那些赚钱很多的人来 结果他们一站上来 对着大学生讲 诸位同学 你们这一辈子要成功 首先要把道德两个字放下 那个老师坐在底下的战战兢兢 还得了 把邪师请到哪去了 我们这个时代 要赶快有理智有智慧判断 不然真的把邪师通通请到 大学的殿堂上面去讲 你要把道德放下 只要不杀人 只要不放火 只要不犯法 其实那个不犯法是 只要犯法不要被抓到 什么事都可以干 你看这些人都很有才华 他不可一世 可是他没有德行 这样会真的搞得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敢停下脚步来 因为我们晚一天就差很多 所以当初啊 我要 我本来是要实习一年 我说我不实习了 我要赶快去教书 我考代课 佛菩萨保佑 很顺利也就考上了 记得我在补习班 有一个很刻苦 铭心的感受 当时在补习 教语文的老师 给我们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有一个学生 常常常会感觉 旁边有人跟他讲话 那就已经着魔了 就很难受 很难受 这是他第一次讲 过了两三天 他又来上课了 他对我们说 他说我这个学生 已经自杀死了 他的学生这种情况 跑到佛室去住 因为太恐惧了 都有人跟他讲话 就到了佛室 情况改善有限 他受不了 就自杀了 那时候是老师上完课 是晚上了 我骑着摩托车 回到我的家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假如我现在智慧够 我能去讲几句诸法实相 直接把道理给他开解清楚 他这一条生命 就不会结束了 那只怪我们的智慧不够 而当一个年轻的生命 殒肉的时候 那将是他的父母 所有爱护他的人 一辈子的追心之痛 所以当我们看到 自杀率在攀升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都是非常的难受 很焦急 要赶快提升我们的能力 不能再等 我们为人父母 为人老师 为人长官 教育好我们的子弟 那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怕吃苦 我们不怕磨练 只怕能力提升太慢 所以当我从澳洲 进中学院回来 我的同学说 我们学校刚好呢 有一个老师 教四十年要退休了 就六年级下学期了 他不想教了 这个学生真的是不好带了 所以他下学期不教了 得有代课老师来 但是这个班是全校最难带的 不入虎穴怎么样 焉得福祉 而这样的磨练 对我们的能力的提升 是最快的 您为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败找借口 绝不退缩 我们这一生有一个人生态度 只往前进 此生绝不往后再退 什么不往后退呢 不随顺习气 叫不往后退 不只不随顺习气 起心动念 都不起妄想分别执着 要有这种目标 一起来马上阿弥陀佛 把它打掉 所以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句佛号要分明 正使碎骨粉身 也不忘失正念 连死都不怕 就怕这句佛号提不起来 勇往直前的冲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 宝岛 大学生自杀力高不高 在大陆听了都吓死人 一个礼拜之内 同一所学校有三个人自杀 其中一个是学校的老师 再不把人生的智慧 传递开来 又有多少的 这种灾难要现前 有一所 很知名的大学的研究生 他读书越读越苦闷 结果他就去问他的指导教授 说教授 论语第一句话明明说 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苦 可是我怎么读书读了十多年 越来越苦 各位朋友 现在你的儿子站在面前问你 妈妈爸爸 不是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乎吗 为什么越读越苦 他的指导教授跟他说 我也是很苦 他听完以后很难过 不死心 又去找了学校知名度很高的老师 找到了其中一个 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 他就去请教他 老师为什么越读越苦 这个老师马上震惊为受告诉他 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啊 所有站在老师位置的人 到底讲的是正知正见 还是邪知邪见 我们当老师的人自己知不知道 我们当父母的人 自己清不清楚 真正思考到这个点上来 教儿教女 先教自己 那这句话也是 当老师的也是一样的心境 教儿教女 你没把孩子当 没把学生当自己的小孩 教不好的 先教自己 因为你没把他当自己的小孩 你就会嫌弃他 有一位老师 他在教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行为比较偏颇 教到你 实在他快要 忍不住了 就是很想把这个孩子放弃 但是因为学佛 就会有挣扎 这样好吗 突然他就起了一个念头 假如他是我的孩子 我会怎么做 你看这个念头一起 他没有其他想法 我们学佛人 都不能有这种心境 这个大乘佛 大乘佛法的学子 这个叫做空有虚名 各位朋友 在这里要跟大家道歉 因为 讲了太多实话 实话特别伤人 对不起 师父啊 慈悲到极处了 都跟我们讲实话 我们很信受啊 那是人生最大的福分 我们真的要真干 要扩欢心量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高度的敏锐度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要当榜样 所以有一个小孩 他读小学 一个小女孩 有一天 回到家里 那刚好就闻到 母亲煮很香的食物 那个香味铺饼 他闻到以后 想都没想 不经意的就是一句话说 给奶奶家送了没有 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就当他这一句话 讲出来的时候 全家哄堂大笑 他也很纳闷 你们笑什么 他母亲就说了 说你们三个孩子 因为他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 你们三个啊 真的是同一个娘胎出来的 因为他的哥哥啊 比他先回来 他哥哥一进门 闻到香味 第一句话就说 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接着他姐姐进来了 一进门闻到香味 也是给奶奶家端了没有 他是第三个进来的 所以他那一句话一讲 全家都会心一笑 这个叫加封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的加封是什么 我们心里要非常的明白 而我们现在这个加封 能不能传千年后世不断 假如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气概 请问我们能传多久 那一定一代都不见得传得下去 所以祖子孙的命运 跟我们是一体的 我非常感恩我的爷爷 假如没有我的爷爷坚持 当初家里非常困苦 小学毕业了 我很多堂俗啊 他们都开始一起去工作了 那我的爷爷坚持啊 我已经没有读书 没文化 我的痛苦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继续痛 这是为人父母啊 很自然的心境啊 为人老师也是一样 我自己读书读了十几年啊 栽在那个考试堆里 我很痛苦啊 我自己当老师 要不要这样残害学生啊 要不要 对啊 可是说实实在在话 我们被生学主义压得半死了 真正去当老师的 继续压学生 因为其他不会 只有这个会 父母老师生吃啊 人生的遗憾 不要再给下一代 继续 痛苦下去了 我们常常举一个例子啊 我今天走路走路突然 跌进去一个坑洞 摔个四脚朝天 很痛啊 爬起来 抖落身上的灰尘 尘埃 然后爬出这个坑洞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各位朋友 我们良心要时时提起 我们会不会跌下去起来说 有够衰啦 不可以我一个人衰啦 现在这种心态很多啊 一听到别人离婚了 很安慰 不是只有我而已 一听到别人 孩子能教 幸好他也难教 那不是只有我受苦 要不得啊 人的福分呢 就在这个一念当中啊 都在折损 所以为什么呢 我这个前几年工作 这么不顺 一年可以换个八个十个工作 每一福做什么都做不成 因为啊 思想折福 在那个求学过程当中 初中也好 高中也好 看同学考得比我高 很嫉妒 看同学考得比我不好 马上走过去 哎 我昨天就没念啊 就考这么高 人家已经心在糖 心在低血了 你还捅他一刀 福就是这样流掉的啊 我们有没有可能跌完之后 然后躲到草丛里面去 哦 快点 有人再来跌一下 我平衡一下 我再走 那不可能这样嘛 那一定是 爬起来以后 当下听到的人机的 这个人的声音了 走来的 这个迹象 赶快留下来 等他过来 这里小心啊 别再跌下来 接着呢 接着能不能想 我已经帮一个人了 好了 走了 送佛要怎么样 送上西天去 你看我们帮人要有恒心 那个自己一个没恒心了 我已经对他不错了啦 够了够了 自己不肯啊 彻底的爱心啊 还找借口 真的说到这里啊 我就很惭愧啊 有一时在礼佛的时候 对释迦牟尼佛 顶礼啊 突然一道光啊 就射入了我的脑海里 凡王经上说的啊 佛陀已经是第八千次 来到我们所有界了 当想起这一段经文啊 那个眼泪不自主就掉下来了 怎么忍心让一个大慈大悲的 师父啊 老师啊 走了八千次 我们还在这里沉沦 还在这里伤他的心 太不应该了 不能再这么做了 所以一来啊 惭愧自己啊 二来啊 在我往后 从教的 这个深爱里面啊 我没有资格啊 挑剔我的学生 因为他们都比我优秀 我是劝了八千次都不听的人 我劝他们两三次又有什么资格 要求他们听了 所以感受到佛陀的慈悲 我们的耐心啊 就出来了 我们比起佛陀差太远了 圣与贤 可寻致啊 我们要物质报物质疾 所以一定啊 要做到底啊 那当然 很可能呢 先做一个招牌 在距离一百公尺以前 写的前方有个坑洞 是吧 写好之后呢 开始呢 因为人的善心发出来 就会有很多善心人一起过来 就开始呢 一起把这个洞怎么样 填满 各位朋友 当人没有闻圣贤教诲啊 他的心啊 就掉入了万丈的黑洞里面 罪恶的深渊里面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深渊啊 我们舔手之主啊 同心协力啊 把它怎么样 填满 不要让这个遗憾啊 继续传给我们的子孙 让遗憾到此为止啊 让后代子孙啊 想到我们的时候 是非常的感念感恩啊 刚刚跟大家提到啊 这一位女老师啊 回自己的故乡去教啊 车钱都是自己掏啊 不止车钱自己掏啊 有时候还拿回去啊 这个试设法 请这些孩子吃东西啊 而当他真正跨出去的时候 所有的助力啊 来帮助他了 送书的送书 给予经验的 因为刚好海口有一些老师 教书都教十年了 就赶快把这些经验 跟他交流 因为他没当过老师 但是人有心啊 能力就能提升得快 所以他回去呢 有一次教啊 是诸富如是富 是诸兄如是兄 他就买了一栏的栗子回去 然后叫这些孩子呢 拿给 这个 营里乡党里面啊 年纪比较高的长者先拿 所以你看他当下呢 那整个 乡镇里面 那个气氛非常的融洽 那当天晚上啊 隔天就有很多乡里面的 长者都打电话给他父亲 嫁出去的女儿啊 从来没有一个 这么样 回报照顾自己的故乡 而这个例子在海口出现 那我们非常欣喜的 在台湾这样的例子 太多太多了 以至于现在 在座的很多老师 都做到了 我们也给这些老师 掌声鼓励一下 真的啊 能感是我们的心啊 所感的助力跟姻缘 都是这个心啊 自自然而然就能感召来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啦 我们所受的苦啊 不要再让后代子受 甚至不要再 让我们眼前的孩子受 你看像我这种年龄啊 最常遇到的 就是人家问 你怎么还不结婚 有时候长辈看到我们就摇头 哎 哎 哎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 这个叫情绪互相伤害 那个不是爱 我们常常都拿着爱 爱就像一把刀 我们在刀上写了一个爱 就觉得它叫爱 你不听我的哦 那个叫欲啊 不叫爱 很多 很多 尤其我们这种年龄啊 女同学更辛苦 他父母每天就在他耳边 赶快结婚赶快结婚 突然呢 他实在受不了的 妈 你又不幸福 为什么叫我这样 哇 那个母亲马上呢 嫩了一下 眼前一片光明 对哦 我都不幸福 干嘛叫他这样 明明就跌到一个坑洞里 还要把它推下去 明白了 但是只能撑三十秒钟 三十秒之后呢 乌云又来了 什么是乌云 虚荣心啊 很怕走出去 哎呀 你们女儿嫌不嫁哦 你们女儿嫌不嫌哦 我们现在拿一个天秤哦 一个是虚荣心 一个是孩子的幸福 哪一个重啊 有一些话 点到为止 是啊 但是这个母亲呢 醒了三十秒钟之后呢 突然又说 反正你就是给我嫁就对了啦 说那些 我们要冷静啦 知所先后 折静道矣 女儿的幸福啊 是先嫁老公啊 还是先开智慧啊 先学判断力啊 他都没智慧 没判断力 他会找到好的老公啊 不要用老公太粗俗 他会找到好的夫君吗 他找不到好的夫君 你问题解决了吗 你问题解决了吗 那叫越陌越大空啊 到最后呢 女儿要烦恼 女婿要烦恼 他生出的孩子更要烦恼 真是烦恼到 连要闭上眼的那一刻都还在烦恼 所以要先让女儿学德行 所以他先什么 先学弟子规啦 他说可是他年龄都大了 等他学完不就已经 没关系 边学边看 有时候自己判断不了 很简单 丢一本弟子规 给他可能考虑的对象 丢过去 弟子规是照妖精 一照 是正是邪 是妖 是正人君子就知道 他假如接过去以后 哇这本书太好了 然后又看 他真的在笑我 他真的在爱人啊 这样就比较稳当啊 所以要理智 不要义气用事 不要太操之过急 欲速则不达 好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